即将举行六周选举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与前首相马哈迪再次会面 这是自哈迪在五月份签署支持马哈迪发起的《马来人宣言》后 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一党副主席阿莫山苏里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布了哈迪和马哈迪会面的照片 但没有透露会面的具体内容 在帖子中,阿莫山苏里简单地写道两位国家领袖会面 并祝愿马哈迪和哈迪阿旺身体健康 民主联合阵线目打在雪兰俄州率先宣布了 他们在六周选举终将参选的四个议席的候选人 木打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 这四名候选人分别是参选斯里沙灯州席的艾米尔 参选巴都之贾州席的谢达拉 参选圣陶沙州席的塔汝沙 以及参选国际山庄州席的邓玉林 这四名候选人中有一名男性和三名女性 其中两名是马来人 而华裔和印裔各有一名 民主联合阵线主席赛沙迪表示 该党将派出50%的女性候选人参选此次六周选举 他说,这些候选人不仅年轻 而且在各自领域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赛沙迪强调 所有来自慕达迪候选人 首要任务是公开宣布自己的财产状况 此外,党的选举主任洛曼表示 他们将分阶段宣布候选人名单 今天先公布了在雪兰俄州参选的四名候选人 他预告称 下周一预计将进行第二轮候选人宣布 并尽可能在下周公布所有参选议席的候选人名单 经警方证实 刘特佐的同伙卢艾玄是主动前往警局自首 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查鲁丁证实 一马公司前法律顾问卢艾玄在本月7日在律师的陪同下 自愿到金马警局报案 结果被警方当场逮捕 他表示 警方以刑事法典409条款 刑事失信为由逮捕他以协助调查 随着刘特佐的同伙一个接一个被逮捕 拉查鲁丁在记者会上表示 逮捕刘特佐只是时间问题 他指出 出于对卢艾玄人生安全的担忧 警方不会进一步透露 他被逮捕的具体情况 此外 卢艾玄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出 他对马来西亚司法和法律制度 有绝对的信心和信任 并将积极应对所有事情 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与正在进行的1MDB调查的执法机构合作 促进并协助马来西亚政府加快资产追讨工作 他也期待能尽快与家人团聚 声明中还提到 卢艾玄也寻求隐私和空间 以便进行当前必要的事务 声明强调根据记录 卢艾玄仅聘请了Amarven律师事务所 作为其授权法律代表 副首相阿末扎西证实 巫统仍在努力争取释放目前深陷淋雨的前首相纳吉 阿末扎西是回应纳吉的儿子纳斯夫丁日前表示 如果纳吉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他父亲的支持者可能不会在即将到来的八月州选举中出门投票的看法 阿末扎西表示 我已经与其他孩子见过面 就像拿督尼查纳吉的继任者 他在巫统大会上通过视频表达了观点 我与纳吉见面时 众所周知 他也亲自告诉我 不要卷入外界的游戏 党也在努力中 阿末扎西敦促击打看守周务大臣沙努西 对他被指侮辱雪州苏丹的言论表示忏悔 阿末扎西形容沙努西的行为不明智 并提醒他在即将到来的周选举中 并非所有事情都能成为竞选素材 政治不是儿戏 我希望他能悔改 此外 阿末扎西指出 国阵已经与西蒙完成议席协商 国阵将竞选逾百个议席 他还提到国阵和西蒙之间早前存在重叠的议席协商 已经完成 同时 诚信党主席莫哈默沙布表示 该党在周选中没有获得太多席位 大多数候选人将在上次选举中获胜的相同席位上参选 他表示还有两个席位 尚未最终确定 并预计将在近期内确定 针对首相安华被指其私底和座驾源自一名商人的指控 安华的政治秘书阿末法汉向警方报案 对发表诽谤首相言论的三名人士采取行动 这三名人士分别是 政治活跃分子巴德鲁西山 Sigubard 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拿督旺塞夫 以及布洛克雷基尔杰西 阿末法汉在向布城警区报案后告诉记者 巴德鲁发表的一篇文告 和旺塞夫在击打第一场演讲都指控首相的私底和座驾 与一名商人有关 他表示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 带有恶意和政治意图 布城警区主任阿司马迪助理总监证实 警方已收到上述报案 并将展开调查 安华的代表律师珊卡拉奈也指出 安华居住在嘉颖的房产签订了为期十年的租赁合约 该合约在2020年 安华担任首相前签订 只要首相认为安全 他可以在任何被认为合适的地方居住 珊卡拉奈表示 他有一个为期十年的租赁合约 所以为什么他需要搬出去 为什么他需要搬家 仅仅因为他是首相 他还表示有相关租赁文件作为证据 但不能对外公布 滨州行动党熟理主席拉马沙米拉 呼吁警方调查击打州务大臣沙努西立指菲穆斯林 为贿赂祸首的言论 拉马沙米拉表示 作为国盟选举主任的沙努西正在发表缺乏政据支持的言论 他应该提供实证 他说 沙努西的胡言论 似乎没有止境 他拒绝看到腐败问题波及社会各个阶层 不分种族或宗教 他能够证明他的言论 或者提供关于非马来人涉嫌贪污最严重的数据吗 他应该接受调查 拉马沙米拉在今天的文告中表示 沙努西的言论冲击量是一个缺乏事实支持的政治宣言 或者是民粹主义言论 这无形中使他变得肤浅和种族主义 他的目的是在州选前以牺牲非马来人为代价 试图赢得民众的好感 一个州属领导人做出这样的指控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他指出 考虑到警方早已明确禁止煽动三二 种族 宗教 王室议题 警方有充分的理由 对沙努西这种针对非马来人的指控展开调查